昨天仓库那边说木耳不够用了 今天小吉跟我说 再把这些木耳给拉过去 昨天仓库那边说木耳快用完了 所以今天小吉还要我说 再拉一身木耳过去 拿着啥 线 这我口儿再封一下 拿过去 走 别别摔了啊 哎 行 好了 咬人 已经装完了 我们呢跟在大厨后边 然后去厂里先压货 然后再捅进压树里 把货送到厂里之后就回来了 一直在那边忙 刚回来 然后我跟小吉呢 今天主要把冰箱给他撤出来 其实我们这早都已经 屋里边都已经结冰了 但是一直没空 今天呢给他清一下 小吉把这一块给收拾一下 一会呢我们要把冰箱里边的菜 都要放到这个缸里边 你看这缸里边直接都能放 我本来还要准备在这里边放一些血呢 这下省事只要把冰箱里的东西挪到这里就行 冰箱里边有冻菜 春天的时候采的山野菜 给它冻起来了 还有一些雪糕 还有玉米 菜园里的菜 然后吃不完的给它烫一下子 给它冻起来 这都是油豆角 直接可以炖 哎 今天炖一个吧 哎 smaller 堆一块 我本来就能听到 装完之后呢 在上面盖一层雪 小鸡说放这会画 我说不会 让我割缸里 行割缸就割缸里吧 省得再被啥给拉拉走